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人说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 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 是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说起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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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存酒 那家别馋了 误了事 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 大哥 小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神异鬼的 我大哥在这儿把手 哪个不识想到回来找死啊 你新郎百分开 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不好了 有个毛领和尚闯进来 是 来者何人敢来此处 找我清修 嗯 又是只猴子 施主不如放下棍吧 也同我学点佛法 都没关上 是 不 是 是 找我 як hum 啊 空 Stell 啊 啊 漂亮 啊 嗯 你 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 天命人 小猴子 你惊动了这儿的妖精 再往前走 可要万万小心 小猴子 来这边 这儿 这儿 看这儿 小神 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候你多时了 小 成小 再往前走 就是观音禅院 那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 这可惜 那场大火呦 后来啊 这禅院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 若是烧没了 修好一座破面 又有什么用呢 小老二 先走一步 等你挂了前面的战道 咱们自会再见 小猴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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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充满 啊 别出声 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 后院内似是黑风怪的道友 自称林须子 以你现在的道行 恐怕糟了 小猴子快逃 还来得及 你若进了这道门 便回不了头了 小猴子快逃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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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作詞 作曲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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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